说起抢公章 很多假人们的脑海里面 是不是就浮现出 李国庆当时带着四个标型大汉 去当当多公章 但是中国的商业史上 更劲爆的多张场面 是发生在五年前的北京撬江南 15年大年初期 当时撬江南的投资方 派了20多个黑衣保安 把撬江南总部是团团围住 抢公章还打员工 期间这创始人蓝姐 还被推翻了两个跟头 而关于这个撬江南 现在很多年轻人估计都没怎么听说过 但是在十年前 吃货心目当中 这江湖地位相当于今天的海底捞 这创始人张岚 蓝姐什么来头 那有很多假人们就抢答了 哎呀我知道啊 为人大S的婆婆 金城四少汪小飞的亲妈 对不对啊 哎呀都学会抢答了 如果撬江南当年没有做死的话 今天大家对蓝姐的认知 很有可能是中国最硬核的女创业家 这蓝姐当年去封业国打工 削土豆啊做保姆啊 好不容易攒了两万美元回国创业 而且撬江南最巅峰的时候呢 是08年北京奥运会 唯一中餐服务商啊 全国有近80家门店 而蓝姐本人 也是位列胡润餐饮富豪榜的第三 然而短暂的风光之后呢 破事一件接了一件 首先蓝姐为了继续扩张 先是在08年底的 拿了一家投资机构的两亿投资 代价是什么呢 对赌四年内必须上市 这里的香港上市啊 这大街也是豁出去了 疯狂开店 香港路演 甚至把自个国籍都改成了一个加勒比岛国 就那种地图上拿放大镜头找不到的那种 结果呢 四年过去上市失败 那得掏钱填坑啊 蓝姐呢 只好把撬江南大部分的股权 又卖给了资本巨头CVC 这一卖完了 虽然她自己也是商场混战20年 可问题是 面对这支修炼了30年的欧洲老狐狸青CVC 蓝姐嫩眼 对方不仅要股份 而且要撬江南的控制权 而在死后的宫斗大战当中啊 蓝姐被夺权了 扫地出门 创始团队也都被清理门户 2015年 那场暴力夺张的幕后主谋 就的是资方CVC 这CVC呢 虽然说成功夺权了 但是真正搞餐饮之后才发现 哇 啊 招菜做饭 这么难啊 当年撬江南 那可算是餐饮界的LV啊 这CVC一插手 直接成了餐饮界的泥石流 还是越来越难吃 服务也是越来越差 后来呢 CVC索性干脆撂挑子不干了 而惨遭资本蹂躪的撬江南呢 一地鸡毛啊 再加上 一二年之后呢 部分高端消费呢被打击 主打精致排场的乔江南 当时全在内耗上 哪有功夫转型啊 于是乎眼睁睁的 看着什么海底捞啊 九毛九啊 上市成功 西北呢 全国包合 那贾林又问了 哎 那出局的蓝姐去哪了呢 带娃 追剧这毛衣吗 哈哈哈哈 蓝姐后来啊 创办了一级星专门投资餐饮 说是要在三年之内 投出十个海底捞 而至于 他怎么走出这清奇的路线 贾林们 今天晚上八点 你大直哥直播间 连线张岚本人